我妈是卖鱼的 我被校园拽紧歧视了 他们还扬言要掀翻我妈的鱼摊 我瑟瑟发抖 风浪越大鱼越贵 我妈堪比黑色慧 上次我被叫家长出了办公室 班主任就跟我妈拜了爸子 他就我一个女儿 但走哪别人都喊他干嘛 他老是跟我吹牛 老娘混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呢 我从未当真 直到一群西装暴徒 把我团团围住 起声喊我小小姐的时候 我炸裂了 后来我才知道 真正厉害的 是我的爸爸 宝子们 视频点赞的 出门就剪钱 一键三连的报复报美 点赞关注不迷路 每天更新不一样的完结文哦 正文开始 鱼鱼这么可爱 怎么能杀鱼鱼呢 我小声懦懦地说 话音落地 我妈手起刀落 一刀破开鱼腹 掏肠瓜林一气呵成 剩我原地下的大哭 这个叼着烟的老baby 一边吞云吐雾 一边满意地瞅着我没出息的样子 这就是我十岁时 对妈妈最深的影响 从我记事起 我妈就在菜市场杀鱼 大概帅一个人 带娃不容易 我妈下来 凶得就像个母夜叉 我一直觉得 我妈是叛逆老女孩 而我是她捡来的 因为我和她的性格 一点都不像 她杀鱼 我放声 我扶人过马路 她骂人老逼灯 她点滑子 我掐烟 收摊哈雷登的直冒烟 我俩总是水火不相容 但我在她嘴里 也不是一无是处 每当我说 李想是做警察的时候 妈妈总是给我爱吃的大嘴巴子 再加一顿言语嘲讽 你那个包子样 你做警察准备气死谁 妈妈的闺蜜李怡 总是说我和爸爸的性格很像 当我问起爸爸是谁的时候 她又闭口不言 我妈说她是骗子 李怡说她是负心汉 成吗 夫妻俩没一个正常人 如我妈所说 我是个包子 但有我妈在 我还真的始终没有吃过亏 就是有点射死 周五放学的校门口 总是人流攒动的 来回穿梭的人群中 我捧着一本物理书 不住败读 不是搞学霸人设 我看着学生逐渐散去 正当我准备收拾收拾起身的时候 抬头与几个蹲在角落的太妹 挤目相对 她们嘴里叼着烟 目光轻蔑地审视着我 带头的女生我可太熟了 我在班里的死对头 蓝梦书 站着自己家境优越 收了一堆小弟 自称校园一姐 经常不是欺负这个 就是霸凌那个 我不理解 但我大受震撼 哟 这不是我们班的学霸吗 你也来一根 蓝梦书朝我伸出手 秉持着多说多错的原则 我只弱弱地摇摇头 没想到蓝梦书居然上前一把 将我推倒在地 嘴里还念念有词 那你是打算告发我们 该不是上次在老师那 告发我们的也是你吧 死贱货 我紧紧护着被推腾的胳膊 若若告诉他 求求你们别这样 等会我妈看见了 你们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我发誓 我没有威胁他们 因为比起他们 我更怕发疯的老妈 小的时候 我在公园被同龄小男孩 掀了裙子 男孩妈妈还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言辞凿凿 小孩之间闹着玩吗 不就掀个裙子 有什么大不了的 只见我妈深吸一口气 我就知道这阿姨完了 我妈双手袖子一撸 上前就把阿姨的白裙子 给掀到脑门上 公园的人都惊了 我妈也是一脸无所谓 大人之间闹着玩吗 不就掀着裙子 有什么大不了的 阿姨放下 我妈掀起来 阿姨放下 我妈又掀起来 更炸裂的是 男孩爸爸气势汹汹 来为老婆讨回公道 愣是被我妈扯着苦叉子 追了三条街 满公园都能听见她的叫码声 来呀 不就是不要脸吗 来给大家都看看 别那么小气嘛 最后警察局调解出来 那家人就差打不飞的 逃离我妈的攻击范围 而此刻 蓝梦书手里还拽着我的头发威胁道 你妈算了什么东西 我照样像蚂蚁一样捏死 透过蓝梦书那伙人的身影 我看见我妈站在花园外 深吸了一口气 完了 这群人要糟了 你们这群小犊子 放学不回家 在这干什么呢 我妈几个大步就走进了花园 蓝梦书回头上下审视了我妈眼 橡胶皮筒靴 沾了些鱼鳞的围裙 一头染得通红的卷发 蓝梦书笑了 杨红星 我还以为你多体面呢 原来你妈就是个卖鱼的呀 真穷酸 学习好有什么用 没钱不还是靠卖鱼赚两个子 周围几个也是发出红糖大笑 嘴巴还没张多久 就被我妈冲上去 一人给一个我最常吃的大嘴巴子 把手从我女儿头发上拿开 我妈气势冲天 蓝梦书一脸震惊的看着我妈 脸上煞是红利快 你敢打我 打你就打你 还要挑日子吗 大概被我妈的气势吓倒 蓝梦书手指着我妈的脑门 嘴里念叨着 你完了 你完了 说完利索的从兜里掏出手机 拨通了电话 狗哥 我遇到茬子了 学校门口来 多带几个人 今天非得给他点教训 说真的 我有点害怕 蓝梦书一个电话 摇来了十几个人 把学校门口小巷子 围得水泄不通 特别是围手的小混混满胳膊壁 肚皮上还闻了个哆啦哀梦 一看精神就挺不正常的 看着就新来了 蓝梦书也是遇见嚣张 杨红星 你瞧着吧 今天非得弄死你 那混混双手插兜 满脸不可一世 只轻裂抬头看了我妈一眼 就扑通一声 跪在我妈面前 我满脸问号 那小混混却搓了搓手 殷勤地笑 干妈 你怎么在这 干妈 我妈怎么又背着我认儿子 这干儿子是批发的吗 我的干哥哥们用货车 都快装不下了 我妈挪了挪嘴唇 小混混的眼神 立马懂事地转向蓝梦书 你说你惹谁不好 你惹我干妈 不想活了是吧 蓝梦书瞬间被气得够呛 狗哥 说好我给你保护费 你替我收拾人 你怎么出了凡二 说帮你收拾人 也没说要帮你收拾我祖宗嘛 蓝梦书不服 抬手要往我脸上还 狗哥眼急手快 一掌将蓝梦书推得老远 整个人磕在台阶上 这下可把蓝梦书彻底惹恼了 抬手又拨通了 灭绝师太班主任的电话 老师 我被人打了 直到班主任拎着教棍 气势汹汹出现在校门口时 他扬起教棍 亲切给我打个招呼 嗨 我的干女儿 你怎么在这里 谁欺负你呀 只剩蓝梦书风中凌乱 我妈不只爱认儿子 还爱给我认干妈 一个年级认一个 宠不完 根本宠不完 要说事情原委 还得追溯到前几个月的月考 蓝梦书和他的小跟班 把我堵在墙角 威胁我给他们传答案 我若小 可怜 又无助 只能说放心吧 我会给你传纸条的 考场如战场 所有人奋笔记书 接近尾声 交集等答案的蓝梦书 捧了我后背好几下 我有些纠结 最后还是将纸条递了过去 蓝梦书满脸得意 小心翼翼地将纸条打开 纸间上面聊聊几个大字 中午吃啥呀 作弊是不可能作弊的 我的高尚品德 是不允许我作弊的 我说了传纸条 可没说传答案 结果这一操作 把蓝梦书气的当场 把我拎了起来 我俩差点动手 他脸憋得通红 和我一起被光荣叫了家长 我妈来之前 班主任脸黑得像皮蛋 没几分钟 两个人天然聊到海北 再看进去 班主任已经和我妈勾肩搭背 我妈走之后 我怯懦认怂 喊了声 班主任 班主任却拍了下我的肩膀 喊什么班主任 你就是我那失散多年的亲闺女 来 叫干妈 咬我干哥干妈来教训我 蓝梦书是懂摇人的 蓝梦书爱惹祸的体质 班主任不是不知道 大致了解情况之后 对着蓝梦书就是一顿教育 不说你偷偷抽烟 光说你和校外混混扯到一起 小混混养了养手 自己人 自己人 以后我都听干妈的 不闹事 班主任呜了一声 改正道 光说你对红星暴力霸凌 我就能让你妈顶你领回家 好好反思 蓝梦书彻底怒了 你们这是勾结 欺负我一个人是吧 他又拿出手机 拨通了电话 妈 我同学 还有混混 还有我班主任都欺负我 你快来救我啊 看得出来 你们这次真的玩了 我玩没玩不知道 倒是蓝梦书有点没完没了的 蓝梦书的妈妈 确实不在一个段位 她先是给班主任打了电话 劈头盖脸一顿骂 你做班主任 怎么能帮着学生霸凌我女儿呢 我要去教育局告你 告诉你 等我来了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每个人都得付出代价 我女儿千金小姐 娇贵身躯 且用你们这样羞辱 直到一辆麦巴赫停在学校门前 从上面走下来 一个身穿旗袍的贵妇人 妇人眉眼皆是高傲 气势不用小觑 踩着高跟鞋 在看到我妈的一瞬间 双眼威逼 对着我妈就是喊了句 姐姐 蓝梦书又凌乱了 同时凌乱的还有我 蓝梦书妈妈的目光 顺着挪到我身上 眼眶瞬间就红了 这是杨诺的女儿 我妈点点头 马亚廷瞬间就眼含热泪了 难难道 长得真相 我捅了捅我妈的胳膊 这谁 我妈摊了贪手 你妈的情敌 马亚廷 复杂了 更复杂了 方才还盛气凌人的马亚廷 在了解事情原委之后 也不再是那副高傲的面孔 蓝梦书还不依不饶 凭我妈的实力 弄死你轻轻松松 杨红星 我看你还敢不敢猖狂 而马亚廷只淡漠说道 今天是看在杨木的份上 我给你们三分薄面 就在我们都疑惑 三分薄面到底有多薄石 马亚廷拎起蓝梦书的胳膊 罩着屁股就是一脚 蓝梦书本以为妈妈会为自己撑腰 如今却被追着满场跑 嘴里耗着喊妈 全场震惊 有一说一 其实这阿姨还蛮厚道的 只有蓝梦书一个人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可我看着站在一旁偷乐的妈妈 若有所思 她是怎么好意思笑别人的 我向来知道妈妈的人生 比她的精神状态还乱 却没想到居然这么乱 如何评价 出发点是好的 但我建议她先别出发 我妈连养孩子都是现学的 两岁时 我吃她做的腐蚀食物中毒 去医院躺了七天 差点原地生天 没关系 又活了七天 已经很厉害了 幼儿园接我放学 脸盲症老妈兴高采烈的 把别人女儿接走了 剩学生家长和我 一个找不到女儿 一个找不到妈 最后还是警察在大排档 把一对非亲生母女当场抓获 我这才重归家庭 比一对我妈日的评价 就是 不会养就放生吧 也是供乐意见 我妈总是不服气 拒绝他人的定义 儿童节 学校邀请家长表演节目 别的妈妈不是唱儿歌 就是跳可爱舞蹈 轮到我妈上台的时候 双手耍菜刀 吓得小朋友们呲哇乱叫 满场窜 小学举行汉服节 别人都穿其胸如裙 掀气飘飘 我妈身穿白色胶领大褂 上面大大的一个球子 我捂着眼睛 一整天不愿承认她是我妈 最后她凭借自己射牛的属性 愣是得了第一名 上台领奖的时候 我的脚下抠出了一座魔纤堡 初中我次次联考第一 我妈作为优秀学生家长 上台接受采访 校长问她 作为母亲的经验是什么 我妈大手一挥 抽烟 喝酒 烫头 全场震惊 最后她是被我的班主任 干巴捂着嘴拖下去的 是谁总把自己孩子当傻子娃 哦 是我的老妈 初三我代表学校去省会 参加数学竞赛 我妈一边说着资金支持我 一边砸碎了我的存钱小猪 美其林约 说了资金支持 也没说拿谁的资金啊 一路上用我的压碎钱 风卷残云 她吃肉 我喝汤 她放屁 不闻香 在宾馆落脚 半夜打雷了 还要钻进我的被窝 让我给她红睡觉唱二哥 我熬了一晚上 最后数学竞赛还得了第一名 拿了三千块奖金 她嚷嚷着要平分 她一张 我一张 她一张 我一张 数到最后 我面前一百块钱 她那里堆满了 我无语地提醒她 妈 我已经长大了 我妈才恍然大悟地嗷一声 哦 莫 忘了 忘了 还把你当小熊亮片呢 此类离谱事件 比比皆是 可这样的妈妈 好像也并没有哪里不好 看着眼前这个 逐渐露出丑龙的妈妈 我倒是第一次看到 什么事触动到她 终于 玛雅婷打累了 她拍了拍手上的灰尘 目光却审视地望向妈妈 我打她 是因为这件事是她做错了 但我俩的恩怨 才刚刚开始 玛雅婷那边放着狠话 这边我已经和妈妈落上了 妈 我咋感觉头有些疼 我妈 你这是玩手机玩的 我 妈 你记得 小时候我被你摔成脑震荡 昏迷了好几天吗 会不会有后遗症 我妈 婚礼什么婚礼 那叫甜蜜的睡去 说着我俩以前一后的就往回走 只剩玛雅婷在那边 摊着头喊我们 唉 唉 我说的有人听吗 我总以为这种话 只是说说而已 却没想到玛雅婷爱真的 她真的和蓝梦书一样要强 高端的商战总是如此朴素 玛雅婷这个贵妇人 不去做美容喝下午茶 居然把我妈鱼摊 对面卖猪肉的摊位包了下来 也卖鱼 打价格战 不为赚钱 只为恶心我妈 我妈卖五块 她卖四块 我妈卖三块 她卖两块 最后我妈忍无可忍 买一送一 还包作熟 结果辛苦做了鱼狗都不吃后 我妈把锅掀了 奶奶的 我扯她头花去 我却伸手拦住了我妈 这不就是绝佳的进货机会吗 我转头 把售价标得比进价还便宜 果不其然 马雅婷很快就让人 把价格改得还便宜一半 人傻钱多 丧心病狂 我喜欢 我拖了邻居一口气 把对面的鱼全都包了下来 当了马雅婷的面 又把鱼送进了我妈的鱼摊 马雅婷上一秒还得意洋洋 下一秒懵了 反悔不干了 冲进来找我妈要说法 被我妈一脚踢了出去 马雅婷正要发难 只见我妈整个人往后一仰 嘴里滋挖乱叫 阴暗爬行 狂甩头发 痛苦嚎叫 顺便做了个仰卧起座 马雅婷吓得转身就跑 真是的 再晚一点 我妈一套帕梅拉都做完了 见马雅婷惊慌失措的模样 我妈一个扑腾起身 端起成了鱼鳞内脏的 盆就碾了上去 整盆脏水 顺着马雅婷的头就流了下来 市场吃瓜群众哄堂大笑 马雅婷一边去摘头上的鱼内脏 一边大叫 你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的 结果我妈只回家吃饭的功夫 鱼摊被人砸了 现场不仅水箱都被砸烂 鱼也撒了一地 望着满地狼藉 我妈眉头紧皱 不住感叹 马雅婷这是礼教不改呀 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 能让一个贵妇人 花时间跟我妈周旋 如此行径 并是曾经我妈伤透了她的心 对于上一辈波澜壮阔的恩仇 我总是有些幻想的 妈 她这么有钱的人 都能记仇这么久 莫不是曾经你让她跌了大跟头 我妈长叹一口气 唉 说来话长 情场如战场 我洗耳恭听 当初我和她同时喜欢你爸 结果马雅婷偷假 说要先跟杨顾告白 我偷偷在她的酒里下泄药 她捂着屁股拉一天 我就和你爸表白成功了 就这 就这 我妈是懂情场的 怪不得妈雅婷看到我的时候 都快哭了 好好的爱情葬送在厕所 这不说记仇吧 大概率死了 想起这件事都能诈尸那种 我妈一边收拾烂摊子 一边嘱咐我 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再怎么说她势力也比咱们大 我也拿她没有办法 可能麻烦是还在后面呢 电话铃声响起 接通之后 我的眉头都皱到一起 一直都能挠不出 我和妈妈被逼着披着尿素带 在天桥底下瑟瑟发抖的画面 此时一出 我的防备心就更重了 还真就被我发现了异常之处 这几天只要我看 哪个橱窗里的东西超过五秒 总有一个大汉火速冲进去买下 然后塞到我手里就跑 今天我就多看了商店 一件粉红蝴蝴裙一眼 角落处 一个壮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冲进商店 拿衣服 刷卡 五分钟都没有 然后用自以为很自然的方式 假装和我擦肩 塞我手上就撒鸭子跑 大汉穿着西装 动作却捏手捏脚的 生怕吓到我 可是被西装暴徒塞礼物 这谁能不怕呀 我觉得这不像是 蓝梦叔这个空门货能干出来的 甚至一度觉得自己被人贩子盯住了 莫不是我妈在哪里截下的仇人 又盯上了我 想起自己去的方向 是跆拳倒行去搬 心里莫名又多了几分勇气 可就在巷子角落 我被一双手一把拽了进去 蓝梦叔眼睛肿肿的 像是才哭了不久 几个女生一人架住我一只手 将我死死挟持住 杨红星 你还是落我手里了呀 蓝梦叔看了一眼我手中的裙子 嘴里嘖嘖有声 这么贵的裙子 你哪来的钱买 一个卖愚昧的孩子 你配吗 我没说话 被挟持的情况 我说什么话都是吃亏 见我不吭声 蓝梦叔越说越起劲 你别以为大家都宠你一个 离开你妈 你什么都不是 哦 忘了 你妈也不会就是个穷丧妇人罢了 我一口唾沫吐到她脸上 不许你说我妈 蓝梦叔不可置信的抹了一把脸上的痰 气得嗷嗷直叫 一巴掌朝我扇过来 我闭上眼睛准备迎接这一击 可那一掌迟迟没有落下 抬眼 一群西装暴徒将蓝梦叔和他的小跟班们团团围住 死死钳住蓝梦叔扇向我的手掌 而为首的那个壮汉 便是今天送我小裙子的那位西装男 西装男看向我的一瞬间 给我一个谄媚的微笑 蓝梦叔被掐了坐腾 连连怒骂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虽然敢和我作对 我让我妈弄死你们 西装男看向蓝梦叔 便脸似的换上冷漠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你有必要知道我们是谁 蓝梦叔不耐烦 你他妈是谁 云顶集团 蓝梦叔的表情凝至一团 连挣扎都忘记了 是西南的云顶集团 误会 误会呀 上次我妈说想合作 求见你们老爷子 结果没见到 一定程度上 咱们也是一条船上的人 没必要为了帮一个外人伤 和气收拾 西装男的手缓缓松开了 蓝梦叔活动活动筋骨 嚣张异于言表 杨红星 这次你绝对完了 云顶集团可是西南最牛的集团 一手遮天 这下你不仅踢到我这块铁板 还踢到了云顶这块钛合金板 这下有好戏看了 我手指卷着衣角 不知所措 蓝梦叔嘴里还是阵阵有词 你一个卖愚昧怎么敢的呀 自己什么身份没点数啊 记住 社会是会教你做人的 话音刚落 回首的西装男突然攻身 在他的带领下 一众西装男对着我深深鞠躬 小小姐好 我懵了 小小姐 你们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搞错了呀 他就是卖愚昧的孩子啊 蓝梦叔震惊地指了指西装男 又指了指我 在他还没来得及想明白的情况下 就被几个西装暴徒脱了下去 西装男冷声命令 要他妈来领人 给我们小小姐一个交代 然后我就看着蓝梦叔 被夹着胳膊 拖着腿出了小巷子 叫喊声越来越远 我后退半步 试探性问他们 你们是谁啊 我不认识你们 男人回到 我们与您的母亲拖有渊源 看来还真是我妈欠下的债 我拔腿就跑 几乎同一时间 那群人也拔腿追了上来 我边跑边叫 放过我吧 我还只是个孩子 你们去抓我妈 抓我妈妈 就不能抓我了 回头间 我差点就把一个老爷撞飞 那人身边的男人将我扶住 我才没仰头摔下去 我颤颤巍巍 别讹我 我没钱 有账记我妈头上 我妈是综合市场36摊位 老爷也满脸对笑 你这甩锅的模样 简直和你妈像极了 你就是杨红星吧 你是 我是你外公 外公 我妈不是说我外公被驴踢死了吗 我哪来的外公 我不禁论道 老人的嘴角明显抽搐了一下 一脸无语 我警惕性的看向他 满是皱纹的脸上 虽有些沧桑 却还是掩不住的俊狼 眉眼之间 确实和我妈是像极了 我妈小明叫什么 狗大 妈呀 外公复活了 这嫌丢人的小明 除了我妈的家人 怕是也没人知道了 我一把抱住了他 我居然有外公了 激动之余 外公的眼泪 也顺着流到了我的肩膀上 就像巨大的释怀过后的泄净 小老头的腰杆苦涩的勾搂着 走 外公带你回家看看 看着他那可怜兮兮的模样 我甚至起了 让他去我们出租屋挤挤的念头 年纪这么大了 身边没个依靠 过得该有多苦 多倾贫啊 可就在我站在外公家门口的时候 我瞬间给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巨大的城堡映入眼帘 城台的仆人守候在道路两边 而之前追着我的西装暴徒们 站在门口 对着我鞠躬 欢迎小小姐回家 我拉了拉外公的衣角 我不会再做梦吧 外公牵着我的手 你喜欢吗 外公就知道小姑娘喜欢城堡 这是刚来这个城市买的 在西南 外公还有好几座庄园呢 未来都是你的 我才知道 在我妈口中种田途中 被驴踢了脑袋 不治身亡的外公 其实是云顶集团的董事长 亿万身家 呼风唤雨 年老力壮 外公就他一个独女 宠得像个守心宝 可我妈却选择在身怀六甲的时候 毅然决然和他断绝妇女关系 那时他正怀着我 却一分财产没要的 去了另一个城市 独自打拼 吃尽苦头 这么多年来 外公一直在找我们 可每当外公查出点消息的时候 我妈总会换个城市生活 外公轻轻叹了一口气 你妈恨我 但我是有苦衷的 可我不能说 我没有哪一刻不是想你妈 想你的 可我身上的担子太重了 一刻都不能放下 我也不知道 该如何去评价他们之间的恩怨 毕竟我不知全貌 可这么多年了 我妈没有一点想念外公吗 回到鱼滩的时候 我妈正在招呼几个客人 从水箱里捞出鱼 砸晕 剖腹 去林 十几年的重复 让我妈动作娴熟至极 看着她红发掩盖下的银丝 我心里酸酸的 谁能想到 她曾经也是生活在庄园里的公主 我张嘴正准备说什么 一双红色高跟鞋停留在摊前 我抬头望去 是玛雅婷 她眼眶红红的 眼底是掩不住的怒意 开口便是质问 孩子之间的纠葛 再说我都已经教训她了 有必要再找孟叔的麻烦吗 拿老爷子压我 亏你做得出来 我妈的动作停顿 放下了手中的刀 你什么意思啊 片刻她又看向了我 你是不是见谁了 我不打算隐瞒她 我见到外公了 蓝孟叔挟持我 想打我 是外公救了我 你胡说 孟叔向来乖巧 肯定是你先惹的她 马雅婷立声呵斥 这下惹得我妈更不高兴了 今天你来 就是给我女儿扣大锅的吗 如果是这样 请回吧 马雅婷双手紧钻 面色纠结 片刻 终是弯下腰来 对着我拘立宫 对不起 是我的错 按老爷子的要求 我给你道歉 求你们放过孟叔 他只是个孩子 我有点懵 原来外公说的交代 就是让马雅婷 当面给我道歉 显然 马雅婷口服心不服 但还不得不服 我有些无语 看住蓝孟叔 让她少出来祸害人 谁都不会为难她 马雅婷喉尖哽咽 最后只沉沉N了一声 临走时 那双眼死死冰了我好久 马雅婷走后 我的目光重新向妈妈投去 妈妈 为什么你要骗我说外公死了 我觉得外公人很好啊 我妈冷哼一声 你知道她是做什么的吗 你知道你爸是怎么死的吗 我爸的死 难道和我外公有关 妈妈甩手使劲 在围裙上擦了又擦 对着那几个顾客连连道歉 对不起 家里有点事 今天先收摊了 满脑子不解忠 我妈拉着我的手就往家赶 可刚到家门口 我直接震惊了 楼梯 门口 拖得全是红漆 大门敞开着 像是被暴力破拆 我大步向前 直往家里冲 电视 茶几 冰箱 但凡是个正经东西 全被砸得不成样子 我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连说话都有些结巴 这 快 收拾证件 其他什么都不要了 咱们搬家 我都来不及反应 我妈就拉着我的手 往房间里跑 可我根本就不明白 从始至终 我都是蒙在鼓里 我甩开了妈妈的手 要跑我也应该跑个明白吧 我妈愣在原地 两久之后 终时叹了口气 转身打开了衣柜 奋力翻找之下 一个巨大的木盒子 被她从衣服堆里翻了出来 我妈强装镇定 语气调侃 你年纪也不小了 要看就看吧 你妈那些非主流过往 我将手缓缓地放上了木盒 打开的瞬间 一排略微发黄的老照片 映入眼帘 照片上是爸爸和妈妈的合影 妈妈穿着丝绸礼服 头发卷得一丝不苟 耳朵脖子上的珠宝 意义生辉 身上散发的贵妇气质 丝毫没有非主流的感觉 而爸爸站在妈妈身旁 穿着朴素 眼里 却全是妈妈 照片内容很丰富 妈妈在马场上策马奔腾 妈妈在晚会上玩耳一笑 妈妈在鲜花簇拥下提着裙摆 我把照片和眼前的妈妈比对了又比 实在是找不出妈妈曾经半点的风采 妈 你真的是把所有的青春都换成了我 我妈听了这话 一直强硬的身子瞬间软了下去 她眼着面 却还带着笑意地说 那可不是 多少次差点被我养死 可不得多费点心思 我也善笑了几句 此时我的心情还不算沉重 直到翻开几件长服底下 一件被染得通红的警服 赫然出现在眼前 胸口出一条大窟窿 袖口的拼音正是杨木的名字 我爸是警察 我妈见到血衣的瞬间 眼里立马起满了泪 声音是哽咽的嘶哑 你爸是人民的英雄 她仰起头 回忆着和爸爸的过往 当年 我妈还是外公手心里的公主 众星捧月 万人追捧 从来不知丑滋味 初见爸爸时 她还是一米八七的体育生 浑身散发着荷尔蒙气息 妈妈那八杆子打不着的表妹玛雅婷 为了和妈妈争爸爸 经常打得头破血流 如妈妈所说 她以一杯泻药劝退了玛雅婷 成功俘获了爸爸的心 从此妈妈的心就有了牵绊 一路相识相知相恋 都走得很顺利 妈妈曾经和幸福无比接近过 爸爸贴心负责 把妈妈宠成了小孩 她会照顾妈妈生活的全部 渴了倒水 饿了做饭 打雷了会把妈妈搂在怀里 困了会给妈妈唱歌哄她睡觉 可直到结婚前夕 妈妈才知道 爸爸的身份并不简单 为了打掉西南的犯罪组织 爸爸一步步深入外公 和其他几个为首的集团 是折腹已久的卧底警察 是的 从那一刻起 妈妈才知道 外公的手里并不干净 这些人表面做着正经生意 实则掌控整个西南黑白通吃 但奇怪的是 爸爸的目标 却好像并不是外公 甚至和外公走得更加亲近 和妈妈在一起的这几年 西南的犯罪组织一个个被击破 这也彻底惹怒了隐藏的龙头老大 爸爸几次嫌惜丧命 妈妈提心吊胆 在得知自己怀孕之后 妈妈彻底慌了 他跪着求他 求他不要再做卧底了 就做一名普普通通的警察 爸爸答应了 爸爸也食言了 为了挡住刺向外公的一刀 爸爸当场倒地不起 我妈在见到爸爸尸体的时候 哭得几乎昏厥过去 为此 我妈恨透了外公 恨他手染血污 恨他间接害死了爸爸 一纸断绝关系的书信 将两个人的恩怨彻底斩断 说完 我妈已经掩面哭泣 我知道 妈妈最恨的是她自己 我抬手轻轻抱住了她 妈妈 不怪你 你别忘了 我爸是伟大的警察 就算外公不是你的爸爸 他也会舍身相救的 这是他的使命 并不是你害死了他 我妈彻底放声大哭 从来坚强的不曾络绎低位的铁人 此刻哭得像个孩子 你知道吗 妈妈这些年来 被多少人骚扰过 为了把你平安养大 妈妈不得不伪装起来 一步步逼着自己强大 逼着自己疯癫 我又何尝不知 那个像小孩的妈妈 也是她的一部分 是责任吸干了她的青春 逼着她变成另一副模样 当年我背景离乡 就在这时 妈妈手中的电话铃声响起 在杂乱的房间里 显得十分刺耳 陌生号码 我点了接听 里面玛雅婷语调冰冷 仿佛来自地狱 喜欢我送你的礼物吗 大理还在后面呢 我妈满脸不可置信 玛雅婷 好歹曾经我们也是姐妹 你何必置我娘俩于死地 可玛雅婷 却是语气平淡 本来打算让你们再多活段时间的 谁知道你们太讨人厌了 组织这么多年 都在找你们这对漏网之鱼 我可是立了大功 你居然也是犯罪组织的爪牙 不然呢 你以为我这些年来 如何一步步做得这么大 不过比起你爸来 还是小屋见大屋啊 我妈牙齿紧咬 你这样是会遭报应的 玛雅婷却笑了 要遭报应也是你爸先遭 我还早着呢 可我却察觉一丝不对劲 你会跟我们说这些 应该是没打算给我们留活口吧 电话那边 玛雅婷笑得猖狂 有等生脑子 就是好使啊 下辈子见吧 通话界面戛然而止 我妈拉起我的手 我以为下一步 她该带着我逃跑 结果她打通了外公的电话 爸爸危急 求唠唠 我一整个 外公的家里 我妈 我外公 还有一个身穿警服的警察 面面相去 我妈将手机里的录音 放给警察听 神色凝重 果然这个城市 后来崛起的团伙 都是西南那边来的 这一炸之下 把玛雅婷这只害虫炸出来了 他们伪装得太好了 把他们揪出来 还真不容易 我伸手打断 等等 这怎么回事 警察同志对我笑得怯然 小同志 这还不明显吗 你外公 你妈妈 都是我们的卧底线人 这些年来 在你外公的帮助下 我们捣乱了众多犯罪组织 而你妈妈 为了继承你爸爸的遗志 坚决加入组织 十几年来 哪个城市出现苗头 他便出现在哪个城市 为我们传递情报 击碎黑暗 传递情报 你一个卖鱼的 怎么传递情报 我妈捅了我一下 则 亏你还是学霸呢 听说过大楚星 陈胜王吗 我骑着哈雷 穿梭在各个街道的混混中间 我那些高儿子们 什么都跟我说 这些人消息最灵通 搜集到相关信息后 我就等待接线人 来我与他买鱼 把信息塞进去肚子里 神不知鬼不觉 高 实在是高 都是明白人 合着小丑 竟是我自己 我转身问我妈 那你当时那么煽情的 回忆算什么 算你好骗 我无语名噎 我妈却拍了拍我的肩膀 那不是觉得你演技太差 怕拖后腿吗 现在任务接近收网 你可以知道了 四个人 八目相对 我认怂了 吵也吵不过 打也打不过 谁让我妈是流氓呢 接收到我妈的消息 警方迅速对马雅廷展开调查 顺藤摸瓜 竟然扯出一张大网 将计就计 但凡和马雅廷有过接触的 都安排人进行布控 这么多年的布局 就是为了今天 早前马雅廷完全是靠老公的势力 自从老公去世后 他便始终处在被排斥的边缘 他太渴望得到重用了 于是乎 马雅廷给黑恶势力传一次消息 就被打掉一窝 连传几次消息 黑势力差点被连锅端掉 黑恶龙头势力元气大伤 马雅廷无端被锅 刚开始几天 我们还能收到马雅廷的威胁短信 再后来 应该是自顾不暇了 这些玩黑的发现 马雅廷比自己还黑 于是发出了追杀令 蓝梦书家的豪宅前 一片狼藉 人去楼空 再然后 一具被虐杀的女尸 出现在大桥底下 合着这么聪明的女人 最后被恋爱脑拖累了 就为了点无聊的博弈 把自己搭了进去 不过这一切都是早晚问题 为黑恶势力做臂膀的 每一个好下场 马雅廷就是最好的助解 马家一息之间 从豪闷大户 变得土崩瓦解 再次见到蓝梦书的时候 是在我的新家门口 他怯生生的满身尘土 见到我时 瞬间哭出了声 求求你为我妈报仇 作为中华民族的好公民 秉持着善良的品质 我给了他几个馒头 没想到他哭得更大声了 真的 我几天流离失所 看着我妈被这些人虐杀 我九死一生才逃出来 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再这样下去 还是会被他们杀的 我知道他们的根据点在哪里 你能不能帮帮我 刚走出家门的我妈 正好撞见了这一幕 蓝梦书扑通一声 跪在我妈面前 阿姨 以前都是我的错 只要你肯让警察叔叔 给我妈报仇 我做什么都愿意 我妈连忙扶起了她 我带你去见警察 把你知道的 一五一时说出来 蓝梦书眸子里闪着光 警察局里 叙述十分详识 警方立马调动了大批警力 前往蓝梦书说的那个地方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焦急等待的我妈 还在自我安慰 等这次收网成功 我们就能好好生活了 可偏偏天不遂人愿 一通电话让我妈瘫倒在地 派出的警力被埋伏了 全部牺牲 话音刚落 蓝梦书猖狂笑出声来 妈妈 我终于为你报仇了 这些贱人们 永远没有安生日子过了 你骗我 我捂着嘴 使劲控制自己的表情 我妈抓起她 不可能的 怎么会被埋伏 他们杀了你妈妈呀 你怎么能为他们办事 你一定在骗我 我不信 不然你以为 他们怎么放我走的 想不到吧 我其实一直就在警察局 附近的废弃工厂里 和他们盘算着 怎么报复你们这群蠢东西 害死我妈的不是他们 是你们这群蠢东西 只要报复了你们 他们就许诺 继续给我富贵的人生 我妈瞬间脸的悲痛 拿起手机 倾咳一声 听见了吧 行动 随即他又用胳膊捅了我一下 你刚才差点笑出声 就知道你不靠谱 我嘴角憋得抽搐 终于能放声大笑 哈哈哈哈 第一次骗人 太紧张了 你们 这是 蓝梦叔还是那副蠢样 蓝梦叔太不了解 我妈这些人精了 全身110斤 109斤 都是新燕子 我家才换的新地址 你一个小丫头骗子 怎么知道 我们住在哪的呢 除非那些人告诉你的 哎 你和你妈那种脑子 何必为难自己干这个呢 蓝梦叔不可置信 刚站起来就被手铐铐住 蓝梦叔 你这次 才是真的完了 随机好消息传来 那些组织首脑 证据一起搓麻将呢 就被连过端了 迎接他们的 将是最严苛的审判 我知道 以蓝梦叔的年纪 不会被判罪 但少管所在等着他 即使日后他出来了 等待他的 也将是无边的黑暗 莫伸手 伸手必被抓 莫拿人生堵 与火谋皮的后果 便是连骨头都剩不下 多年后 我考上警察学院 还没一年 我因为品行不端 被学校开除 再次出现城市的角落 我重新换了个身份 卧底在每个黑暗的角落 而不变的 是胸中那颗 冉冉升起的红星 全文完 喜欢的宝子 点赞投币 关注支持一下吧 每天更新好看的全文给你哦